哈喽 大家好 我是熊 现在我是在大理的双廊古镇 其实我是住在对面的 这看过去没多眼就几公里 但是今天我们闹了一圈过来 总共跑了50多公里 对面的就是苍山 这个就是俄海 好大一片 我感觉云南最漂亮的就是云 这边的云都是一坨一坨的 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看风景 我先拍一点再说 象征性的拍一点风景 我们就可以去找吃的来 大理的古镇特别多 这里已经是我们来的第三个古镇了 这个是鲜花饼 大理有很多鲜花饼 还有鲜花做的肥皂 这个应该是玫瑰花瓣吧 老板这饼怎么卖 10块钱3个 10块钱3个 都是手工线做的 你帮我拿3个不一样的吧 这些都是什么花做的 玫瑰花 然后还有茉莉花 这个是抹茶玫瑰 紫鼠玫瑰 都是玫瑰的 这个是花酿的酒 对 35瓶 玫瑰酿 我发现云南和贵州的景点 买东西价格都不会很贵 这边的小姐姐挺多的 我感觉唯一不好的就是 这边买不到七肥狼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糯米血肠 这是真的 糯米血肠 这个怎么卖 20块一份 20块一份 帮我切一份吧 哎呀 看上去挺的啥的 肥肠 哎呀 这谁冷得了啊 帮我多切一点吧 这个就是糯米血肠 我第一次吃 这是卤的乱七八糟的 我最喜欢吃这个 这边是白竹之路 可以看到他们的房子 上面都画了很多画 都挺漂亮的 挺好吃的 糯糯的里面也有点肉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可以装主食吃 这个挺好吃的 我尝尝这个花酒 喝花酒 他们说这个是八度的 挺甜的挺香的 应该女孩子会比较喜欢喝这个 我边吃边给你们做点简单的攻略 这个时候大理的旅游的人不是很多 这边的民宿不贵 差不多都是百来块钱吧 就普通的 然后到俄海一周 这边特别多租车的 租小车呀 小车都是厂门的 然后电动车也很多 他让你出去 唠这个鹅海走一圈 但他距离非常远 我估计一圈落下来有100公里左右 然后那个路的路关其实不是很好 大车特别多 所以电动车的话不是很建议在这边唠一圈 分离的车是很漂亮 没得说 猪舌头 我特别喜欢吃猪舌头 口感很好 那对我还有花饼 玫瑰花做的饼 鲜花饼也是大理这边的一个特色 哎呦 它不只是鲜花味的 它里面确实有花瓣 我本来以为它可能是鲜花 味道的 没想到里面包的就是鲜花馅 皮酥酥的一层一层的 我感觉比厦门的日光盐馅饼好吃多了 厦门的朋友不要碰我 我觉得厦门的馅饼真的不好吃 云南这边也爱吃粉 但他们这边不叫粉他们叫米馅 应该是一个东西吧 我来了好多天了已经吃腻了 就不带你们去看了 我感觉大理这边它 吃的口味的多样性还是蛮多的 辣的不辣的都有 就是外地的烟卖的少 外地来的朋友自己带点烟吗 哈哈 这谁啊 你哪里钻出来的 给你一个鲜花饼吃 这鲜花饼挺好吃的 刚做的吗 它里面是真的鲜花哦 你跑去泡牛了是不是 没有没有 这边没有土鸡你能跑哪里去 好了兄弟们今天视频到这里了 超哥非要去找土鸡 那我们去找土鸡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